这个网址先把它记一下,再来的话呢,并且下载那个范例档 所以你到那个网址里面的话,一样开启你的 这个Google浏览器,我是建议用Chrome 然后呢,连到我们的那个范例档 第一个 其他的话比较新的讲义啦,当然我每一次会有一些update 那因为云南好处是比较方便update啦 那还有就是说相关的参考书,我刚刚提过那个 468招之类的吧,还有相关的,就相关章节 如果要参考也可以从这边来 那再来的话,有关云端白板 那所谓的云端白板就是说,因为我们讲是死的 下来就不能改 但是云端白板的好处是 我可以把一些我们新补充的,突然想到什么东西 我会把它加到云端白板上去 它可以再增加一些东西 可以是活的啦 那所以呢,你也可以从,比如说我说,云端白板上面呢 有一些东西,那你可以开启 文字与资料迅速 好,这个是练习档 这个是我们 的那个云端白板的,是有点活的展翼 好啊,画面上面都有 我会把它update,如果有新的话,我会把它update在这边 那你慢慢自己从这边找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比如说像后面我们用到像那个VBA的程式 那有些同学呢,要不是打错了 要不是打太慢了 还有的时候呢,课程有 如果你再是不知道 该怎么去 找到,或者你做错了 好,你也可以直接从上面呢 可以复制贴上 至少呢 也会知道怎么复制 怎么贴,贴到哪个地方 至少会有 对的东西 那你可以先跑一遍 正确版 再来怎么样 删掉 重新来过 如果你删掉,也可以 诶,出结果的话 那我相信你应该就OK 续位了 这边也是提供各位 一些些资源 那我们 底下都要写VBA程式 不过 不会下很多啦 慢慢漸进的 OK 所以各位要一点心理准备 难度一定会慢慢提升 但是 相对 你用在工作 因为你工作一定 有一定 複杂度嘛 所以慢慢也可以 越来越懂得 怎么把它写在一起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们会 再到 我们刚刚讲的 我自己的函数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 REP加L1N 这两个函数啦 大部分同学 可能如果完没用过的话 或者用过不熟 你可以先列习 切什么呢 切到前面的REP这个公表 那比如说你这一题来看 我希望他销量什么 100个给一颗星 那所以 158还是一颗星 到200以上才两颗星 我要怎么样 可以 向下提供 那个星号自动我做完 几颗星吗 不能说我这颗星 那我就先把星号Ctrl C 看到这边 切一颗 这边两颗 是 会不会有人在做事 我相信还是有啦 只是说 我们 不是要 除法链钢 特别注意啦 尽量 以后呢 都是用自动化的方法 甚至是更多的方法 在解决问题 好 不要 抓链钢 OK 那要怎么做 第一个 几颗星 那星号是要留整数 所以留整数的话 你可能要学 然后 配什么呢 这个 INT 这个INT T意思就是INT 就是整数的意思 也就是说 不要 小数点 那我要整不要小数点 所以 第一个我先在 右边往这边插入函数呢 那我们先找到文字 文字里面 有非常多的 这些函数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从头到尾 建议是每一个导都知道 OK 每一个其实都作用 像什么呢 Value 文字是要转成数字 文字跟数字不一样的 这也有比对 你 给的形态不对 结果就不对 另外还有什么使用的 像什么 BIG FINE BIG FINE意思吗 把外形转全形吗 简单讲起来 应该会用 不知道现在比较少 前在DOS环底下 插什么全形 那转来转去 那好像要少 如果刚好你的 旧资料 那会有这个问题 还要怎么CHAR 这个CHAR的话 就是你要抓到 内码 比如说你今天要抓到A的话 那你这个CHAR的话 你要去查 内码 65刚好是A啦 所以如果你这个CHAR 假设你输到65 它会输出什么A 如果输入66 它会输出B 以此类退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将来如果说你 比如说不是ABCD蓝 蓝名吗 那蓝名它假设你要产生一个 文字是ABC蓝名的话 有的时候就会配合它喔 如果你不会这个含蓄的话 还真的出不出来 所以很多人说 老师我想要产生蓝名 蓝名 我怎么产生 答案就是这个啦 可是 两个怎么搭配啦 我想先点到 之后会再讲 很多东西啦 就是说你如果知道 你就做得出来 但是你不知道 那你就当然就只能 用其他方法了 那这还没有别方法 只能吐发链钢了 最下下者 所以课程就是你不要吐发链钢来做 这个题目里面是REP 你所以往下找 找IPT 这个 Archetto 那基本上我们 找到函数之后 一样 先 稍看一下这个函数的使用方法 每一个函数的使用方法下方都有说明 所以建议 即便你完全没有使用过这个函数 你要能够看懂它怎么用 其实应该关键点是 你知道它怎么用 不是去 去背 怎么 怎么用的方法 因为每个函数其实说 你如果很少用 像很多函数真的很少用 但是如果你要用的时候 你就用背的 不会用了 因为在早前 笔记讲义里有讲到的 如果讲到你就不用了 所以有时候 其实我们大概都看这些因素 Test Test只是重复什么 Numbered times 重复几次 对不对 按CIN之后的话 那我要提供给它什么 提供给它一个Test 那则是信号 信号刚好在哪里呢 C1这边有了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直接去指定 你的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它会带到这边 所以会是信号 当然你自己在这边 打个信号 双号 只是信号 实际上也是一个 内部的资源 一个字 是一个字 OK 那 第1个就是要重复几次 根据什么 前面的这个 总共的 158除以 100 但是100 它会来是1.58 所以理论上 应该是1才对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 你1.58 它还一颗 因为它只会抓你的 整数部分 当然如果你要 更完善 OK 那可以什么 把1.58 变成1 就舍去掉 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那个小数点 那无条件 舍去小数点 当然是INT了 这个INT意思就是 我只要 它的整数部分 留下来 其他部分不要 1.58 有没有发现 后面这边就只有下1 OK 那意思就是会 重复壹壳 的意思 OK 那当然其他还有别的函数啦 比如说你如果 要用那个取整数的话 其他还有像什么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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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到整数也可以 不过有时候 INT 比较好用 为什么 因为它比较短 对 打三个字 可以了 OK 好 接下来按确定 不过确定之前 可能要注意 因为待会我向下填满 所以向下填满的话 那变成说这个位置一定要固定 C1一定要固定 然后 这个 B B3的部分不用嘛 因为它往下会 会抓旁边的 所以这个3会增加 1不能够增加 最后要往下 你只要看数字 列号就可以 往下只会加列号 往右才会增加蓝 好有没有 所以这的话 记得 请你在 1的前面加一个前的付号就好了 不管坊间的书记要按F4 两个都锁 不建议 因为 还是精缺也好 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地方只能锁列 不能锁来 那如果蓝列都锁 结果就不对 OK这个概念要有 按确定之后 向下填满 结果又做出来了 你会不见 像45它不满 所以 INT之后就变0了 0点 0点 0点45 45的话呢 回来 最后下有0 然后这个REP部分 其实像L Lax 我想这个简单 你去抓前面几个词 只是这个地方会比较麻烦一点 他的性 是举第一个字 5码 可是他性别如果是男 那就是先生 那个称谓 有没有办法 你可以猜它来看 但是现在是用Lax 后面会多一个if 如果后面还会讲 不过我们先看 if 他的性别是男 那就是给先生 反之就是给小姐之类 这 这也许各位可以练习一下 Rice 我想方法一样 就取 他的后面几个字 如果你要抓什么呢 前面两个字 你可以配合 加上后面 8个字 那你分别取 区码跟 后面的那个电话号 这个我想你自己练习 简单 那再的话呢还有就是 上面长度 长度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用什么插入函数 里面有个LEN 一样吗 前面讲过 这个用到的记忆区还蛮高的 我要算 到底这个里面有几个文字 你可以按确定之后 给他 这个储存格 他会返环是10个字 然后向下填满 那当然你也可以判断一下 是否正确 yes或no 你可以在插入用什么 这个地方延伸 等下个单元就逻辑 所以你也可以顺便练习一幅 如果这个里面的长度呢 等于10个字的话 那就是 yes 因为身份字号码 yes 反思的话就是no 那你可以在旁边的马上可以产生一个yes或no的一个判断结果 OK这个也许可以再练习一下 透过LEN 配合什么呢 配合一幅 但是特别注意 在性别这边 你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这个这一体 比较特殊是 他这边 身份字号码 那我们的第2码 就刚好是性别 所以呢 你 怎么样抓到第2个字 你不是laps 也不是right 你是mid 所以你可以用mid mid的函数 抓第2个字 去判断 如果是1 那就是男 如果是2 那就女 那就反字好了 所以这也许可以试试看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如果用mid的切 它是文字函数 切过来的1 它会是什么呢 它会是这个1 前后是有双引号的 跟这个1 是不相等的 这个是数字1 这个是文字1 那这个也是常犯的错误 也许你们可以试试看看 这个等一下再来看 这个做完之后呢 再试一下 综合练习 REP 地价有一大画面 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谢谢大家